美军舰艇首次用标准三导弹拦截 并摧毁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把弹 美国人声称 这种导弹将用于防御所谓流氓国家的核导弹威胁 去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 那么您认为美军的这个突破 到底是能够带来安全还是威胁呢 的确在一些国家心中 尤其是俄罗斯心中 引发了一定的波澜 我们都知道这中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过去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有过沟通 美方明确的声称 标准三不具有很强的拦截能力 但这一次美方的军事实验已经暴露了一切 就是标准三的导弹 确实有比较强的拦截能力 这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 就是在外交层面 在军事合作的层面 明明白白的说谎 这件事情恐怕让俄罗斯内心产生一定的芥蒂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 关于标准三和宙斯顿系统 事实上已经在很多地方进行了部署 比如说在罗马尼亚 在波兰进行了部署 同时美国的巡洋舰 基本上都部署了宙斯顿 依托于标准三 等于美国支救了一张庞大的网络 这张网络现在甚至还包括了北极地区 这样的话可能对俄罗斯的核武威慑的能力 造成一定的遏制 过去我们都知道核大国之间这种核威慑是保持两国关系 保持国际形势的军事非常重要 保持态势的这种均衡 然而当俄罗斯发现美方能够拦截自己的弹道导弹的时候 尤其是洲际弹道导弹的时候 俄罗斯就会想办法在军事层面要突破对方的盾 以己之矛突破对方之盾 就会在武器研发方面进一步下功夫 我们都知道打破了这种军事 有可能对国际形势造成进一步的影响 已经遇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